101年桃园县长辈棒球锦标赛 星期六在桃园青浦运动公园开打 总共有来自桃园13个乡镇 总共98个队伍参加 去年桃园县在全国国小国中高中的棒球比赛 拿下了三冠王 这次县长辈分为国小国中高中大专还有社会组 藉由这个机会看到这几年桃园棒球运动的实力 桃园县长吴志阳开球 为县长辈棒球锦标赛揭开序幕 那我觉得让小孩子从小养成运动的习惯 有个爱好可以强生 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团队的精神 那更希望他们透过打球培养好的品格 这几年桃园在棒球运动上表现优异 去年桃园县在全国国小国中高中组的棒球比赛 拿下三冠王 我觉得桃园县球队为什么会强 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球队很多越来越多 每一个基层的教练 他们的想法已经趋向于正确的 不是只有全力求胜 而球队的一些品格的教育 跟他们的一个道的教育都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让小朋友他爱这个棒球 而不是被迫的去打棒球 从教育部开始推动棒球联赛 桃园从一开始只有四队 过中到现在的一百多队 数量是全国之冠 今年县长辈有98队 一千多名选手参加 或许下个王建民 陈伟英就在其中 新唐利亚台电视胡书下 吴美荣台湾桃园报道